我是向华,和妻子如烟结婚七年了,我们在市中心开了一家女装店,生意红货。 那天,我提前下班去接她,却发现她不在店里。 就在我巡视店内时,一对微轩的年轻情侣走了进来,他们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。 没想到,平日里看似平凡的服装店,竟会藏着如此令人脸红心跳的秘密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那天我下班早,就想着去店里接我老婆如烟,反正她是老板娘,又不用时刻盯着店,早下班也没关系。 等我开车到店里,结果老婆不在,只有店员小妹。 我问他们老板娘去哪了,他们也不知道,于是我便给她打电话,结果没人接,我一直在店里等到九点。 才收到电话,说她闺蜜有点事,脱不开身。 好吧,看来是没机会接她下班了。 于是我在店里转了几圈,看了看店里的陈设,时间过得飞快,比较晚了,店里的工作人员我就先让他们走了。 我独自在后面锁门,没想到来了一对男女,这对年轻情侣貌似喝了点酒,有点微醺的状态,身上还能闻到酒气,应该是刚从对面酒吧出来。 有人来了,我也不好把客人赶出去,便问他们要买什么,我可以推荐。 那对男女只说自己看,让我别跟着他们,开店也是个看人眼色的事,有的人挑东西,就不喜欢被人盯着。 既然他们都这样说了,我只好走开,我当然不会就任他们随便在店里乱拿。 万一是小偷呢,而且他们还喝醉了,要是损坏了衣物,可得赔偿呢。 于是我走回了收银台,那里离世衣间很近,而且有各个角落的摄像画面,我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通过监视器,我看到那对男女走到了内衣区块,女生指了指一件内衣,那是一件粉色细脖子的那种。 和下面的内裤是一套,娇俏可爱中透着一种性感,她应该是在问对方这件怎么样。 对面的贴着女孩笑了笑,伸手却没有拿那件内衣,反而是另外一套黑色蕾丝款,下面的内裤是钉字的,还拿着朝女孩身上比了一下,女孩娇羞地用拳头捶了她的胸膛。 然后两个人调笑着,居然旁若无人地接起吻来,虽然现在店里没人,但是这也太不害臊了吧,现在的年轻人胆子可真大。 我看了看监视器,那个男的不仅不老实,还伸手去揉捏女孩胸前的柔软,而女孩居然还把身子朝前挺了挺,送到对方手里。 画面一度火爆,堪比在看小电影,我足足地看了有一分钟,他们俩才千分不舍万分不舍地分开。 我也是看得一阵心神荡漾,但是也不好说什么,只默默地坐下喝了口水,缓和缓和口干舌燥的感觉。 说实话,我也是一个欲望比较强的男人,最近这段时间,老婆貌似又很忙很累的,已经很久没有跟老婆亲热过了,看到这么亲密的画面难免有点应激反应。 为了缓解,我没有再去过度关注这对男女,只大概瞄了瞄,没有拿店里的东西就行了。 就在我以为他们已经走了的同时,突然是一间传来一声很低叫声,好像是那个女的。 接下来还有稀稀苏苏有节奏的声音,那个女的进去试衣服了,她叫什么?撞门了? 作为老板,我可是要保证所有进来买东西的客人的安全,别在我的店里出了什么安全事故。 像之前,我就听说有的顾客昏倒在试衣间,没有人及时发现,导致那位美女顾客差点香香郁允,而店家还赔了不少钱呢。 我可得警觉点,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情况,要是真的要赔钱,我可造不起。 但是对方毕竟是女顾客,我又不好直接去女试衣间,还是让她男朋友进去查看一下吧。 我只好在监视器里面看了一下店里,没有看到那位女顾客的男朋友。 无奈下,我正准备走近想大声询问一下,突然试衣间里传来一声男人急促的闷哼声。 其中还夹杂着女人的声音,那女人就像小兔子似的哼哼唧唧,一会有一会没有,听得让人心痒痒,我也是已经三十了,什么事没经历过,什么场面没见过。 立马意识到这对男女在我的试衣间里在干嘛,我脸上像火烧云,心乱如麻,没有好意思去打扰他们。 回去坐在收银台边上,酒精就是乱人心神。 这对情侣喝醉了,居然在我店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 我看着监视器里那个隔间,隔间的布抖动得厉害,里面却没有任何声音传来,只偶尔溢出一些难耐的呼吸声。 差不多十分钟,那块布停止了抖动,不一会,两个人都走了出来,难得付了那套衣服的钱,却没有拿走,只说让我收拾一下试衣间。 然后就走了,我去试衣间看的时候,只看到那套新内衣裤已经被蹂躏得皱巴巴的,躺在地上的一角。 我这还是第一次碰见这种事情,心里还有点余悸,久久难以平静,等收拾好回到家,我跟老婆说了晚上我遇见的那个事情。 老婆脸上倒没有太多的惊讶之色,只说现在男女关系乱,胆子大,平时店里没少有,所以没什么好惊讶的。 洗完澡躺在床上,我就想起在试衣间外面听到的动静,还没有灭下去的小火苗突然又望了起来。 看着我老婆躺在旁边,哪里还睡得下去?我老婆,因为是服装店老板娘,为了展示店里的衣服,打打广告,身材保持很好的。 每天打扮得也特别时髦,我轻轻地摸上了如烟的手,想要跟她亲近一下,哪知道她侧过身子背对着我。 老公,我今天有点累了。 好吧,没事儿,既然你累了,那早点睡吧,我和如烟已经结婚七年了,大家都说七年之痒,或许现在是有一些倦怠期了。 睡之前,如烟说让我晚上再去帮她手电,她好姐妹那边有点事要让她帮忙。 听说是她的闺蜜最近在闹离婚,总是需要她傍晚去陪她下班吃饭,诉说心事。 作为老公,帮老婆手电这点小事,当然要做到了。 第二天下班后,我吃完饭,就直接去店里跟如烟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接。 她走后,店里的一些事情,我基本也忙得过来,而且还有店员小妹妹的帮忙,所以不是特别难搞。 我只需要盯一下就好,经过昨天的事情,我也知道这一块,人群混杂,太晚也是有点危险的。 特别是对女生来说,考虑到那个年轻的小妹妹店员,怕她太晚回去很危险,于是我便让她先回去,等会我来善后就好了。 于是她就提早下班了,我一个人守着店里,又是在昨天同样快打烊的时刻,进来了人。 这一次,只有一个女生,没有男伴。 还好还好,只是她一个人,我可不能再次承受昨天那种现场直播了。 我赶忙迎上去,开店嘛,就是得态度好。 我笑着跟她打招呼,打量了一下她的模样,心里想着适合她的衣服种类。 女孩身材娇小匀称,年纪看起应该也就是二十三岁左右,看着不大。 隔禁了看女孩头发微卷,画着精致的妆容,白皙的皮肤,眼睛大大的,眨巴眨巴,勾人心弦。 美女,找什么?需要我帮你吗?我想要一条连衣裙。 哦,好,这边是裙子的专区,你可以挑一下我把她带到了裙子的专区,也没有做过多的介绍。 然后就一直站在旁边等待着她自己的挑选,看她好像也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,于是我就坐会了收银台。 我本来是坐在旁边刷着手机,看着短视频,突然那个女生手里抱着一条裙子,跑到了我的跟前,她好像要点说什么,但是又很难为情的样子。 我有点不明所以,怎么了?我想要买一件内衣,女孩的声音软软的,柔柔的,特别好听。 凑近了讲话,感觉身上的味道都是香香的,没想到居然还要买内衣,看来还是让那个店员小妹妹回去得太早了啊。 我一个男人有点尴尬,你想要什么样的内衣,她脸颊微红,小声地说道我想要性感一点的内衣性感。 我心里咯噔一下,赶忙按住跳动的心,拿出专业的角度帮她进行推荐,当然是男人专业的角度,这一片是比较性感的种类。 你看看想要哪一种,你觉得我适合哪一种啊,我不大好意思看向这个女生。 直浅浅地瞄了一眼,帮她推荐了一款白色蕾丝系列的,我感觉她可爱中带着性感,这一款比较适合她那种清纯的样子。 你看这一款怎么样,我决定颜色什么的很适合你,我尽量挺起胸,让眼睛不乱看,拿出正经的的样子。 她看了看我,然后有点害羞地点了点头。 大哥,我可以试试吗? 可以,你要什么尺寸的,我帮你找,那就吧,帮我找一下这个尺寸的。 我内心一阵荡漾,看她瘦瘦的样子,没想到该有肉的地方,还是挺带进而的。 我再挂在架子上的一排衣服里面,给她找上了她想要的,然后递给她,看见她纤细的玉手接过去,走到试衣间。 娇小的背影,配上丰满的身材,联想一下刚刚我挑选的那件,鼻头发热。 果然这种事情还是不能给我们这种大老爷们儿来做,太私密了,我又不是柳霞会,难免会响入飞飞。 我甩了甩脑袋,把脑袋中以你的想法丢了出去,慢慢地走到了收银台坐着,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打发一下时间。 不一会,我突然听到一个娇娇的声音,从事一间传来,好像是那个女孩子的叫声。 我好像隐隐约约听见她在叫大哥,刚开始我以为听错了,我还继续在刷着手机,没有管。 没过一会,这个声音越来越大,我很确定,是那个女孩在叫我。 我赶忙收起手机走向试衣间外面,轻声询问,怎么了,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帘子里面传来女孩的声音。 大哥,这件上面的那个肩带断了,能不能再给我拿一件新的阿阿?店里居然还有断了肩带的内衣? 不可能啊,我心中只是好奇,但是也没有多想,只想着赶紧再帮她拿一件。 突然,帘子打开一条缝,旁边伸出一只颤巍巍的手,手里递出那件换下的内衣。 我愣了一下,不过片刻就回过神来,赶忙接过来。 刚脱下来,还是热的,感觉还有一丝香味儿。 这姑娘可就在帘子后面呢,我可不敢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来。 连了脸心神,手捏了捏掌心的布料,转身去给她找一件新的来。 新的衣服递进去以后,应该没我啥事了,我就想着走开,还没挪脚呢,那小姑娘就叫我别走。 我一个大男人呆着能干嘛啊,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事做的? 哪知道里面又传出来娇滴滴的声音,大哥,我后面扣不上,能不能帮帮我啊,我心砰的快要跳出来了。 胸膛像是一把火在旺盛的燃烧,还没来得及拒绝,帘子就被掀开半边,白嫩的背部一览无疑,而且胸前的风景。 我基本也能看个一清二楚,跟两个白面馒头似的。 这个场景,根本就没有哪个男人抵挡得住,简直比看现场直播还要刺激啊。 这个女孩不会是在勾引我吧,这谁忍得住啊? 我老婆和这个姑娘是完全不同类型的,老婆虽然身材好,但面前这个小姑娘,年纪小,身上的皮肤看着就吹弹可破,让人想不禁地摸一把。 但是我还是时刻记着自己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,我走了进去,扣最后一格,行吗? 捏起两边的扣子,一个一个向上扣,女孩还在我面前,扭动了一下身子。 我从来没觉得这个是一间如此狭小,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,也从来没觉得它这么大,可以做好多事情。 就这么几秒钟,就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,刚扣好,女孩就转过身子,面朝我,我鼻子都要喷血了。 大哥,我好看嘛,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呢,现在的女孩都这么大胆啊,面对人都这么主动的嘛。 结果她直朝我身上扑,挤得我差点心脏骤停,我两只手拉开她抱着我的手臂,赶忙寻的空隙就钻了出去。 再这样待下去,非得出事不可。 冲到门口,外面夜晚的冷空气,让我的清醒一下,这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啊,像书里边聊斋致意一样,书生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碰上了狐狸精。 而我就是那个被勾引的书生,这又不是演电视剧,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给我碰上了。 我拍了拍脸,冷静了一会儿,女孩已经穿戴好了,从里面走了出来,脸上也全是红韵,她走走停停的,有点难为情。 最后停在了我的面前,大哥,对不起,我有点喝多了,你不要介意说完就像小兔子一样溜走了。 所有的事情就像一阵风,来无影去无踪,就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,只留下试衣间里的那套衣服,上面的温度提醒我,刚刚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产生的幻觉。 我捡起旁边挂着的衣服,原本是要挂回原来的架子上,但是也不知道为何。 我带回了家,等我回到家的时候,都已经十一点多了,如烟还没有回来。 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,也没有接,差不多半个小时后,才回了我一条微信,说晚上不回来了,明天直接去店里那边。 唉,她就是这么重视闺蜜之间的友谊,看来是不用等她了,她今晚绝对是住在那边了,可能是因为白天工作,晚上又去守店,还是挺疲惫的。 我很快就枕着床陷入了梦乡,大概半夜三点的时候,我就从梦中醒来,浑身滚烫,可能是晚上那个姑娘的刺激,居然给做了那种梦。 这半夜三更的,翻来覆去又睡不着,最后鬼使神差地拿出了带回来的东西,就给物尽其用了,第二天下班后,我照样和如烟交班了,她闺蜜的情绪还是不是很好,一直需要她的陪伴。 当然还是放她去了,这么两天了,店里的事情我也是轻车熟路了,看着夜幕降临,心中居然隐隐约约的期待着什么。 那个姑娘还会过来吗?到了快打烊关店的时候,我又让店员给先走了,一个人坐在收银台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没有人进来。 我关掉电脑,起身收拾的时候,那个女生居然又出现在了门口,她今天穿的白衬衫和格子的JK裙子,青唇中又透着一点妩媚。 我以为她不回来了,可是她居然又出现了,我心里还有点开心,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感觉,我赶忙赢了上去。 你要什么?我想买内衣同样的话语,同样的场景,我眼下内心的砰,派,还是像之前那样给她挑选。 我们是那样的默契,没有任何其他的话语,感觉我跟她之间就像是有什么连锁的吸引,互相想要接近对方。 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捅穿这层窗户纸,这个晚上,我照样的也没有碰她。 接连几天,都在这个时间段,我一个人等待着她的到来,她也好像在为我专门出现一样,这种暧昧丛生的感觉,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 差不多第五天的时候,这个女孩没有出现了,我等待了十一点,都没有人进来,有点失望。 不过人家也不可能每天都会过来,可能这几天过去了,一切都会回归正常了。 收拾一下心情,收拾一下店里,我关了灯,锁上门准备回去,结果,那个女孩就在店外,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了,身上还隐约带点酒气。 她应该是喝了不少酒,走路都有点亮亮呛呛的,我赶忙跑到她身边问她怎么了? 她只是摇了摇头,像是要哭的样子。 我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啊,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,只能轻声地询问她怎么了? 她什么都不肯说,一把抱住了我的腰,柔软的小脸靠在我的肩膀上。 我想推开她,但是又怕她身子发软站不住给摔地上了,最后只好抱着她。 她抬起头,灼热的呼吸喷到我脸上,大哥,你为什么不喜欢我? 是我不够有魅力吗?还是我不够漂亮啊? 这怎么说呢?毕竟我一个有夫之妇,当然不能够随便跟一个女孩发生关系啊。 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,我可不能做,我扶了扶她的身子,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 我已经结婚了,我不能对不起我老婆说完以后,我以为这个小姑娘会主动保持一点距离,结果她不管不顾地贴了上来,一边嘴里嘟囔着。 大哥,你真是个好男人,好丈夫,可是你老婆如烟根本就配不上你什么,她怎么知道我老婆叫如烟? 什么意思,你怎么会认识我老婆? 提到这个,女孩就像是清醒了一样,一下子直起身子,脸上在回忆着什么,一会露出自嘲的表情,一会感觉又伤心。 我催促着问她怎么回事,她低下头,看着脚尖,最终将她埋在心底事情全部都告诉了我。 她说她之所以出现在店里,是有目的的,目的就是报复我老婆,原因是是我老婆如烟,勾搭上了她的男朋友,她气不过,打听到我最近在帮老婆守店,所以她想过来勾引我,一次来给如烟也戴个绿帽子。 听完后,我脑袋一片空白,如烟她居然搭上了对面酒吧的人。 怎么可能,我跟她都结婚那么多年了,她是什么样子,我怎么可能会不清楚? 不可能,你骗人。 如烟她怎么可能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? 大哥,我原本是想报复你老婆,准备第一天就告诉你的,可是我都那样了,你都坐怀不乱,你是个好人。 我怕伤害你,所以我迟迟都没有说。 今天,我终于说出来了我老婆最近一直陪着她闺蜜呢。 怎么可能是你说的这样? 如果你不信,我可以现在就带你去对面酒吧看看,你老婆她现在跟谁在一起,晚风吹在我的脸上。 这还是我第一次进这家叫夜色的酒吧,里面灯红酒绿,紧搁热舞,跟外面的安静的夜晚大相径庭。 在一个角落里,我看到了老婆,她身上穿着一件像绑带一样的裙子,在舞池中和一个男的贴身热舞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,如此纵情,如此自艾,如此放浪行骸。 对面那个男的搂着她的腰,不停地摩擦,两个人沉迷其中。 一曲结束,那个男人就拉着她坐在腿上热吻。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,直接冲出了酒吧,走在无人的街道,我感觉浑身都在颤抖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根本不敢相信刚刚那个放荡的女人就是我的妻子。 如烟,她平日里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的。 她知性,成熟,美丽,大方,矜持,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? 我感觉自己的心就像在滴血一样。 我心神恍惚地走回了店里,坐在收银台,无力地靠在上面。 突然一只柔软的小手拉住了我的手指,我回头一看,是那个丫头。 大哥,别伤心了,不值得我刚开始也跟你一样,脆弱的两个灵魂相互依偎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们接吻了,很深入的那种。 从收银台,我把她抱到了试衣间,那是留下我们最多回忆的地方。 现在这一刻,我们又在这里,不必克制,不必隐忍,近乎疯狂,实现了我脑海中上演过无数次的场景。 什么该做的,不该做的,统统都发生了。 下半夜的时候,我在附近开了一个酒店,带她过去休息,在那边我们又来了几次。 那段时间,一直都她在陪伴着我,让我走出伤痛。 七年了,我和如烟都没有孩子,都是因为她之前曾经交过一个不靠谱的男朋友,剁过胎,伤害了子宫薄膜,所以不能有孕。 我是那么的爱她,就算她不能为我生孩子,我依旧不在乎,还是跟她结了婚,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就连她的这个服装店,都是我出钱给她开的,可是她居然这样践踏我的真心,我决定了,要振作起来,和如烟离婚。 而那个小丫头,她叫兰可情,她说她很开心我不再受如烟那个女人的蛊惑,看清了我前妻的真面目,她举双手双脚赞成我离婚。 而且她还说,她会帮助我收集如烟出轨的证据,可情是如此的贴心,如此的温柔,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 我简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几岁小伙子的状态。 半年后,我终于和如烟离婚了,而且因为她婚内出轨,所以财产并没有留给她,那个服装店本来就是我的资产,也没有留给她。 她哭着向我认错,也没用了,我现在已经有了可情,以前的那些都是过眼云烟了。 故事讲完了,面对感情的背叛和诱惑,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。 婚姻中的信任一旦破裂,不仅会伤害彼此,还会带来更深的痛苦。 不要轻易相信表面现象,也不要被一时的情感冲动所左右。 处理感情问题时,应保持清醒,避免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 同时,珍惜身边真心对待自己的人,他们才是你真正的依靠。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,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,我们下期见。